大家好,我今天要为大家讲的故事是 古鸟和鸭子 有一个人准备去猎兔子 他听人家说有一种飞得很快的古鸟会抓兔子 所以他就去买一只古鸟 可是他不认的古鸟就买到一只鸭子 他以为鸭子是古鸟 所以就非常高兴地出发了 到了家外,他看见草丛里堵了几只兔子 他就打算先把兔子赶跑出来 再叫古鸟去抓兔子 不料,他把买来的古鸟用力抛向天空 结果,古鸟开发尘宝就掉下来了 后来,那个人又连试了几次 又摔下来 这古鸟生气,哭骂姑娘说 你这坏东西都不好呗 是大兔子 是不是想多懒啊 被摔得比青脸中一个鸭子 很委屈地回道 又又忘了 我不是姑娘,我是鸭子 你看我去穿大脚掌 怎么会抓兔子呢 这个人低头看着鸭子的脚掌 才恍然大悟 原来是自己错了 这个人连古鸟和鸭子都分不出来 怪不得抓不到兔子呢 小朋友判断错误也就算了 还把错误则怪到别人身上 这是很大的过失哦 今天故事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